朋友们大家好 胡子哥呢 这一次呢是今年5月份 比亚迪唐带了这台法国卡莱尔390的这台脱卦房车 从北京出发 历时呢三个月 走呢是走了北京到成都啊 经过华山 然后呢走西藏318 走阿里地区 到了新疆 再从内蒙回来 那么整个路程呢正好是三个月 那么这三个月的使用这台脱卦房车 走的线路呢也是比较复杂的 比如说西藏318 摩托 摩托的路现在比以前修的好一点了 那么还有呢阿里地区 阿里地区出来呢到新疆的路呢 路况也比较差 这样一路到新疆也是一个月 上的三个月的行程呢 对这个法国卡莱尔390这台房车呢 有更多的一个了解 那么也有更多的一些使用体验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那么我会做几集视频 分别的讲一下这些用车的一些情况 这台脱卦房车的底盘呢是爱科的 也就是说整套的包括球头的撞杀系统 包括这个IKS的防摇摆 然后呢整个底盘的大梁呢是加厚的 那么我呢一直是使用脱卦房车 到目前为止呢用了六台脱卦房车 因为呢脱卦房车呢 它的底盘是非常重要的 在行驶当中 它的一个轻巧跟随性 驾驶的舒适的情况呢 跟它的底盘和爱科的一个撞杀系统 还是很有相关联系的 翻山越岭的时候 在走比如说天路十八弯 鹿江七十二拐 还有很多的小路拐弯的时候呢 它的跟随性还是非常好 另外呢它的撞杀系统呢 确实还是很好用的 它在正常的下坡的时候呢 因为我前车是有一个能量回收的 它都是使用能量回收 把这个缓冲的余地降掉了 到了这个坡度比较抖的时候 四度坡五度坡的时候 直下坡的时候呢 它会自动顶上来之后刹车 它这个调整的一个刹车的一个距离啊 还是非常合适的 所以呢我在走这些线路的时候呢 还是开启了还是很平顺 很轻松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这个底盘的比较轻巧 那么这个车辆呢是这样设计的 它的原车法国进口来的时候呢 是900公斤 那么我们装上水 装上电 装上生活物资呢 在1.2吨左右 也就是说装了300公斤的物资 水电啊各方面的物资 那么它的底盘的承重呢 是1.3吨的 轴也是配1.3吨的 所以1.2吨呢 还是留了个余地的 倒车的时候 它的爱科的这套倒车的时候呢 它的轴啊转向啊 还是比较灵活的 就你两面看好的时候判断呢 还是比较准确的 基本上熟练的话 倒车路库啊 还是比较容易的 如果遇到这个位置比较小 你需要下来推一把的时候呢 这个车辆轻巧呢 自己呢 两个人或者自己一个人呢 也基本上能轻松的把车子推入 这个车位 那么抬球头的时候啊 球头下一例我们基本上控制在啊 50公斤到80公斤 也就是说 基本上50公斤的话 抬起来挂车 也是比较轻松的 如果你没有装水的话 估计在40公斤左右的时候呢 抬起来更加轻松 直接可以挂上去 特别是走西藏318和阿里地区 这些路走下来呢 在路江72管好几个车友看到我车子 因为我的车子比较好认紫色的 看过之后呢 他说哎 你的车跑得蛮快的嘛 我追都追不上你 也就是说我们正常在行驶 走这样的路况呢 相对来说 我觉得还是蛮轻松的 上坡下坡啊 可能我的前车动力也比较好 所以整个车辆 这一路行驶下来呢 还是比较顺利的啊 顺利的完成了一个西藏 到新疆这样一个环线啊 基本上都是也是都是沿着边疆 218走了一大段 然后走内蒙的话是走金星高速 也是靠祖国的最西最北面来走的 这样过来 所以整个行程呢 还是玩的也蛮开心 这个路上呢 也没有耽误时间 所以两三个月呢 边走边玩 一路过来还是很顺利的 所以底盘呢 没让我失望 还是不错的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箱体的问题 这个房车的整个箱体呢 进口的偷挂房车呢 第一个优点就是 它的环保性比较好 它所有的内部的 这些用料的环保 没有任何味道 然后睡着也蛮舒服 保温性 隔了性这方面都不错 因为我们到了阿里地区晚上真的蛮冷的 最冷的时候在零度左右 要开那个暖风机啊 我们夏天六七月份在那边都要开暖风机 因为车内控制在12度 就是没有开暖风机 车外是零度或者两三度 车内在12度左右 然后开暖风机之后呢 把温度控制到18度到20度之后呢 往上休息正好啊 这样一个温度 然后睡觉之前开大概一个小时左右 那么到休息了就把它关掉 到早上呢 大概车内从20度降到早上 在10123度 134度的样子 那么车外呢 就在五六度的样子 早上起来的时候 就所以这样一个保温性的也了解了 那么这台房车呢 它的窗户啊 有12345个大窗户 等于说 床这边有个大窗呢 打开之后呢 直接能够看到那个外面的景色 早上有时候休息 早上看日出 直接能看得到 那么通风采光这方面也非常好 空气流通啊 非常好 那么到晚上休息呢 应该要把这些遮阳帘啊 窗户啊 关闭一部分 那么靠什么来保持这个车内的一个空气的流通呢 它的床顶上面有一个空气流通的 那么床的底下呢 又有几个 形成一个空气的循环 因为它的这个座椅啊 包括床的边上都有一个空隙 来做一个空气的流通 这一点设计也是很合理的 那我这一集呢 先讲一下这个车辆的一些底盘的使用情况 和整个箱体的一些情况 那么下一集呢 我们讲一下 它的欧挂的三大件的情况 包括一些内部的沙发啊 床垫啊 它的内部的一些布局的一些情况 另外呢 我还会讲在我们旅途当中 用水用电啊 停车点啊 会分成几集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我们旅途当中的一些用车体验 我们旅途当中的一些用车体验